第三百集 第四大寇是青椒王 乃是妖族赫赫有名的大能 第七大寇为图天 掌握上古大帝的机道武器 舞蹈排名第五 处在两者间 可谓法力通天 他的子孙肯定超级强横 事实上 叶凡仪感觉到对方的深不可测 其性格豪迈 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物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 叶凡的猜想就得到了证实 土匪登上酒楼 而在他身后 还跟着几个很强悍的青年 都曾经在平岩城的 瑶池仙石坊见过 都是大寇的子孙 这是一群小土匪的聚会 没有一个是擅长 比之那些圣子也差不多少 当中一人问道 我说这位道爷是谁 怎么从来没见过 土匪挂了一口酒也问道 仲天哥 这位道爷是谁 介绍一下吧 很显然 吴仲天在这些人中 有一定的威望 灌下了一大碗酒 才介绍 我与这位道长刚认识而已 感觉似曾相识 很是有缘 他名为段德 道号无量 是啊 我听着这名字 也有些耳熟啊 土匪也捣鼓 也凡按叫邪门 缺德道是难道交友 这么广的吗 在南域混得风生水起 也就罢了 尽可横渡虚空 难道在北域也有人脉 要是那样的话 真的太不一般了 要知道 这么远的距离 想要横渡太难了 羽门都掌握在圣地的手中 仲天哥 段德这个名字 我越想越觉得耳熟 我记得八九年前 你好像咒骂过呀 旁边一个大寇的子孙 这样嘀咕道 吴仲天 像是想起了什么 还一眼 当时就瞪了起来盯着叶凡 啊 我说怎么看你这么似曾相识 骂了个八字的 原来是你 哦 我们是什么 叶凡感觉大事不妙 没给无良道士 弄口黑锅呗 似乎先要替 缺德道士背黑锅了 我虽然没见过你本人 但我看到过你的画像 少了你的骨头 我认得你的灰 吴仲天气急败坏 大叫着 让人将叶凡围堵起来 点指着他 手指头都在哆嗦 你骂了个八字的 你这混账道士 真是胆大包天 连我祖爷爷的坟 你都敢到 我爷爷说了 逮住你的话 非把你镇压进 太出骨框不可 叶凡嘴角抽搐 哎 这无良道士也太混账了吧 怎么什么人都敢惹 第五大寇的祖坟 他都敢到 这可真是在 名副其实的 道祖头上动土啊 我说 粗匪 这跟我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啊 叶凡叫驱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黑锅 绝不能背 他心中大骂断德 太缺德了 吴仲天真是气坏了 似曾相识 以为有缘呢 请这混蛋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没想到有旧怨 将桌子拍的是 啪啪作响 我说你这 缺德道士也太坏了 就说 中天哥的祖上 是一位大能 但你也不能乱道啊 传出去的话 让身为第五大口的吴道爷爷 亲和一看 土匪 火上浇油 遥远的天地尽头 一处不知名的古迹中 胖道士断德连打了三个喷嚏 骂道 谁在咒我 别让道爷我知道 不然我跟你没完 此刻 叶凡真是无语了 吴梁道士 真是造孽无输 看到一群小土匪想活剥了他 赶紧解释 我不是断德 我跟他有一笔旧账没算呢 他不得已显出真身 再耽搁下去 保准会被这几个土匪给撕了 哎 天才一兄弟 我说 你是真的假的 干咱们这孩的人 什么时候出现过你这样的全才 你以为你换个样子 我就不认识你了 拔了你的皮 我认得你的骨头 吴中天身材魁违 落腮胡须抖动 跟头雄狮一般 怀眼内光芒凌厉 土匪围绕着叶凡转了两圈 我也觉得像那个无良道士 别看你换了样子 肯定是障眼法 除非 你拿出证据来 叶凡 甩了甩宽大的道袍 土匪 你这是纯心刁难我 别人认不出你还辩不清吗 咱们两人 可是在摇关的圆框 见过面的 哎呀 这家伙还真是有些手段 体型瞬间拿别样 一看就是此中惯犯 专门为做坏事准备的 旁边的大寇子孙在叫嚷 土匪黑黑的笑了起来 很简单 你将摇驰圣女的那件衣服拿出来 给我们看看 就足以证明了 你 损不损 你又没什么损失 该抓狂的是姚夕 可惜她没在这 对吧 土匪洗皮笑脸 对周围的土匪说道 你们总是不相信我 认为姚夕那样不识人间烟火的高傲女子 根本不可能被亵渎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番 真的假的 听你这意思 他真不是段德 旁边的土匪都不怎么相信 一夜凡没有不良爱好 收起那件衣服 不过是为了关键时刻 气怒姚夕保命而已 他并没有拿出来 而是骨骼啪啪作响 一下子变成了第七大口图天的样子 土匪不要顽皮 我 旁边的一干大扣子孙目瞪口呆 然后狂笑不止 用力的捶桌子 我说咱不能这样 一小兄弟赶紧赶紧变回来 土匪彻底坐不住了 现在你相信不是段德了 相信 我早就看出你不是段德了 土匪郁闷的说道 其他小土匪自然早已明晓 眼前之人不是无良道士 大笑个不停 吴仲天也重新坐下来盯着夜凡看个不停 你真的将既家一个太上长老给烧死了 侥幸而已 周围 这些大口子孙消息非常灵通 他们早有耳闻 闻眼皆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说夜小兄弟 你真的将姚夕的某件衣服收走了 这个 怎么说呢 一不小心偶然得到一件 此话一出 酒楼上顿时发出一片狼嚎声 这几人双眼放绿光 全都亢奋无比 酒楼上 其他人早就被吓跑了 众人已经隐约间猜到 这也是十三大寇的子孙 全都逃之遥遥 天哪 天哪 姚夕那么圣洁 居然 没 没天理啊 我说 夜小兄弟 你太让我伤心了 伤什么心啊 痛快 上次他与那个圣子 追杀了我跟土匪三千里 现在真是出了一口恶气 几个血气方刚的小流口 将桌子拍得 砰砰作响 长毫不止 我说 夜小兄弟 将你那件衣服 卖给我好了 给你百金元 我拿去沾揽 不将那个高的丫头 气得吐血 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旁边 一个土匪套近乎 给夜凡满了一大碗酒 我出五百金元 我要挑着那件衣服 去盛城叫卖 另一个小土匪如是说 去盛城叫卖干嘛呀 直接把那件匈衣卖给中猪过来 那个皇子狠狠敲他一顿猪钢 那样的话 难出恶气呀 不如在北狱 拍卖圣女匈衣 请便年轻裁军 甚至可以给某些不良的老配人物 送去青铁 这群小流口是一个比一个损呢 看这架势 完全是准备 将摇西打得勇士不能翻身 我说诸位 你们也太算了吧 这样的主意都能想得出来 夜凡正正出身 这真是一帮混账 妖光的圣女还有圣子太可恨了 不久前联合诸多强者 对我们围追截杀 差点要了我们的命 自然要狠狠的收拾他们 你们别害我了好不好 夜凡自知无法与他们相比 这些都有一个牛叉的爷爷 即便惹了滔天大祸 后面也有人撑腰 他要是敢拍卖姚夕的胸衣 妖光圣地为了炎灭 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 抹杀他 怕什么呀 以后跟着我们一起 还怕那个黄毛丫头不成 跟你们在一起 谁能给我一本古经修炼 谁能为我提供百万金元 夜凡轻声嘀咕 我说夜小兄弟 你太贪心了 东荒总共有几本古经 百万金元 这么大的数目 你去问那些圣地 拿他出来吗 来来来来 我先介绍一下 吴中天介绍在场几人 这个家伙叫柳寇 吴中天指了一个 看起来有些野性的青年 居然是第六大寇 柳峰的嫡孙 夜凡真有点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这名字也太另类了 这不就是刘寇吗 跟屠妃有的一拼 我说明天主要是在这边 我说明天主要是在这边 都没有打算 我说明天主要是在这边 那边 还能给你 这边 有些人 我说明天主要是在那边 这边 我说明天主要是在那边